要说前期故事最优秀的令和假面骑士 李贝斯绝对有实力真个第一 但要说烂得最彻底的令和骑士 李贝斯同样也能躋身其中 这不号称骑士50周年纪念作的作品 就没有任何优秀的地方了吗 答案是有的 那就是骑士系统的设定 假面骑士之所以能变身 都是靠各个世界观中 骑士系统的升级迭代不断完善 才能越来越强 而要想把这一技术更新的过程 写得有理有据且逻辑清晰 可不是所有作品都能做到的 为什么李贝斯的骑士系统设定 足够称为优秀 小陈把它分为几个阶段 来为你详细解读下 它的完整进化史 第一阶段 罪恶印章与贝尔驱动器 50年前 也就是假面骑士1号诞生的那年 考古学家在中南美的一技中 发现了一个神秘力量的肌肤印章 拥有它的人会不由自主的 想要将蕴含的恶魔活性化 从而获得力量 多年后 在政府直辖科学研究组织 诺亚的科学家 授其真诚 通过解析肌印章得到的情报和物质 成功开发了试作型罪恶印章 起初他们只是想用印章控制恶魔 去做一些难度极高的开发工程 例如锯齿刹印章 就可以让人类潜入原本难以潜入的深海 进行特殊作业 然而这个计划失败了 诺亚组织改变计划 将罪印用于创造战斗用的强化人士兵之上 考虑到之前有无数普通人 因为体制原因 无法抵御侵蚀的缘故 组织为实验小白鼠 白波纯平的心脏植入了肌肤基因 从而诞生了第一个高等恶魔贝尔 恶魔与人造印章 贝尔驱动气所结合 诞生了利维斯世界观中真正的一号来打 假面骑士贝尔 组织利用贝尔 处理了一个又一个不合格的实验品恶魔 并确认了恶魔置于骑士系统的重要位置 要想培育出战斗力强大的假面骑士 那么自带强大再生能力的肌肤细胞 几乎是必要条件 第二阶段 初期型DEMONS驱动器 与初期型解放驱动器 有了前作贝尔驱动器的成功范例后 政府特务机关费尼克斯的天才科学家 乔治兽奇博士 提出了两种优化性能的新方案 其一是DEMONS驱动器 不同于贝尔 必须要有恶魔在体内的人才能变身 DEMONS驱动器 直接把贝尔当作了腰带的动力源使用 这样一来 即使没经历过改造手术的路人 也能变身假面骑士 且DEMONS新追加有基因混合功能 可以同时使用多个罪恶印章的力量 但相对的 它似乎存在有一些未知的恐怖副作用 无法进入量产 其二是解放驱动器 乔治博士试图用它 来把人体内的恶魔实体化操控 但事实证明早期的技术 无法做到完全控制恶魔 解放驱动器因此遭到废弃 第二阶段 属于是取得初步成效的实验阶段 仍然需要大量实验品 才能改进系统性能 第三阶段 Libis驱动器 双面驱动器 解放驱动器废弃后 兽其A梦依然没放弃 用腰带控制恶魔的目标 日复一日的努力 最终开发出了 足以代表新世代的道具 Libis驱动器 变身者几乎能百分百保证 在使用其变身的同时实体化恶魔 并把罪恶印章里 蕴含的强大能量 1比1传递到恶魔体内 从而构筑其之套 由两名假面骑士运用的骑士系统 不仅如此 Libis驱动器的扩展性也相当优秀 足以兼容后续制造的所有升级版印章 真正做到一条腰带 从出道用到退役 双面驱动器的存在 则是要证实受起的某个假想 如果恶魔夺舍人类肉体战斗 会是怎样 经过一段时间后 恶魔会把身体主导权归还给宿主 宿主可以转动驱动器面板 变身成另一种人类主导的形态 两者之间互相竞争 从而让实力越来越强 最后达成人类压制恶魔的良好效果 结果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成功 唯一缺点就是比较费神 毕竟不是谁都能扛住精分的压力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第三阶段中 意外出现了由乔治父亲大帝 改良完成的正式版解放驱动器 武士兰因使用其变身假面骑士征得后 能够通过把恶魔变成武器使用的方式 变相控制恶魔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第三阶段的实验 对于实战来说影响力都极其巨大 只不过非肌肤细胞拥有者 无法变身的苛刻条件 依然没法用科技解决 强如破壳暴龙印章 单独强化了变身者一人 也不能做到完全舍弃恶魔单击作战 售其博士的研发进度 逐渐遇到瓶颈 第四阶段 DEMONS驱动器二代 安息日驱动器 神秘组织安息日的出现 为骑士系统注入了新的血液 售其A梦与他们联手 成功改良出两款达到安全标准 适用于量产的新型腰带 首先是假面骑士 Over Demons变身用的DEMONS驱动器二代 相比一代 二代全新加入的OVER系统 只抽取使用者潜藏的小部分恶魔力量 就足以支撑正常战斗 所需的动力供给 由于Over Demons的初代变身者 在使用四重强化武装时 受到了极大的副作用反噬 因此在正式量产化的DEMONS骑兵腰带内 移除了基因组混合功能 真正做到无毒无害 安息日驱动器则以解放驱动器为原型 简化了原本繁琐的操作 变身者会在完成着装的瞬间 直接把恶魔实体化为武器姿态 既保留了腰带该有的战力拓展性 又通过大幅抑制变身时的负荷 来拓宽变身适合者的范围 由此换取到极高的泛用性 真正让所有人都拥有了变身假面骑士的机会 第五阶段 亡流驱动器 石家驱动器 时间终于来到最终阶段 作为骑士系统的一大重要进化分支 DEMONS系统再次得到升级 以王流驱动器的姿态呈现于众人面前 变身后的假面骑士王流 完全不借助任何恶魔力量 单纯靠其性能 即可让使用者发挥超人般的力量 之前使用极客面的基因组混合功能也有所保留 唯一能算作缺点的地方就是会消耗体力而已 石家驱动器则是授起AMON的专用道具 意在剑走偏锋 完全舍弃现有的旧技术 单纯提取人体内存在的基因序列 强化战斗 有了奇美拉 戴蒙等等印章的使用先例后 石家驱动器将遗传因此序列 活性化的八个动物印章结合 最终变身为操纵十种能量的黄金色战士 假面骑士JUGA 腰带内会实时生成人工肌肉 根据战况赋予变身者最大战斗力 虽说JUGA的变身 是因为授起AMON体内的恶魔消失而陷入的极端 但石家驱动器的存在 无疑让里拜斯世界的科技达到了真正完全体的水平 额外阶段 回旋加速驱动器 克龙骑士 之所以说额外 是因为假面骑士Century的回旋加速驱动器 出现于不同时间线上 来自未来的乔治授起之手 克龙骑士又被设定为量产型DEMOS骑兵的终极进化 若不是以主时间线过于遥远 他们势必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小陈 一个永远不会脱根的男人 感谢观看